POP大国民请听蔡师平 好 欢迎回到POP大国民6点到7点钟第二阶段的节目 今天是5月6号 所以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 我们都会跟各位来介绍刚刚出炉的《科学人》杂志 先来介绍《科学人》杂志的内容总监 大家很熟悉的张孟元 孟元你好 视频大家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科学人》杂志的孟元 好 欢迎大家好 这一期的《科学人》杂志 做了一个封面主题故事 而且还不止封面主题故事 它整本都是这个主题 新冠病毒这样改变世界 一场大流行带给全人类的21项启示 所以已经告诉你了 这里面有21个大的主题 那含快的面非常的广 包括全世界 当然也包括我们从台湾角度 所承受的所看到的新冠疫情 时间过得飞快 我刚才在跟科学人杂志内容总监 张孟元要我们在还没有正式的上线之前聊了一下 时间过得真快 我记得2020年2月 我们台湾开始进入到新冠疫情的冲击 开始有更多很多的管制措施出来的时候 很快的科学人杂志就做了一个专号封面主题 那刚才我们我刚刚请教了孟元 孟元说是2020年的3月 换句话讲说2020年的3月就是在疫情发生了 台湾 其实在国外当然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时间更早一点 在台湾大概是2月下旬开始有很多的措施就开始了 那等于是科学人杂志呢 以相当快的速度 因为它是月刊 在3月份它就做了专号 然后呢到现在为止 时间已经过了两年多了 在今年的现在我们跟各位介绍的这个5月号 他们的封面主题呢 又是新冠病毒 但是已经是用了一个副题 叫做这样改变世界 换句话说孟元 两年多的时间呢 时间过得超快 我们当时在3月份做的时候 2020年3月在讨论这话题的时候 大概也没想到说它会这么久 可能只想到说大概半年吧 大概一年吧 没想到就一直拉到现在 现在你还不敢讲说它结束 现在我们只敢讲是后疫情的阶段 要跟疫情要跟病毒来共舞 和平共存 表示这个时间呢 其实还不确定 可是当然有一些东西是改变了 比方说当时我们很紧张 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打了两剂三剂的疫苗了 而且大部分呢也就是轻症了 所以相对来说 大家对它是有一定程度的熟悉跟了解了 真的回想起来这两年多 不知道是怎么过的 但是如果有 也就过去了 也就过去了 但是如果说我们自己 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记录 或者是说回顾的话 这两年真的改变了非常非常多 那从2002年3月开始 其实以科学人杂志来说 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国外有这个病毒 然后那时候刚好有过年的那段时间 就是有一些 从大陆回来的那个我们的亲友嘛 对不对 那知道这个病以后 其实大家都很紧张 特别是科学界的 那我们那时候李教委总编辑就发起了这个 台湾生意界应该要总动员起来 不管是在研究或是在防疫上面 那以科学人杂志来说 我们当然是会从科学的角度 去提供比较多的深入的探讨 跟可能是串联啦 那其实陆陆续续这样做下来 我觉得两年多来也说信或不信 我们很成功的把疫情挡在海外 对但是国外现在也比较 我们说他们已经流行过一轮了 那我们这边也不能继续锁下去 对不对 所以势必上是要做某些调整 那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今年的 我觉得三四月这一次 你说是没守好吗 可是也不能不下去 不这样下去吗 对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我们回头来好好的想想看 新冠病毒这两年来 到底怎么样改变了我们人类 整个地球 不管是我们的行为 或者我们的一些工作的方法 科学研究的方法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 不得已必须去跟他共存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看 那之前有很多很多的科学的记录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有系统的方式来 做一些调整跟改变 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整本都是 新冠病毒这样子的 有点是回顾 但是也有点前瞻 那以美国那边 他们当然就全世界的情况 还有美国的情况 科学界的情况 来做一个回顾 那这次的文章很多 二十几篇 对 那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可以好好的 或者是说 把一些概念抓出来 那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 好 我们刚才已经开始跟各位讲过了 封面主题就告诉各位 一场流行 一场疾病大流行 那带给全人类的21项启示 所以它有多达21篇的 这个不同角度的分析 但是我们时间关系 我们大概没办法给各位 一一来做介绍 可是我们大概把稍微分类一下 大概我们用一个类别 一个类别的方式 跟各位来介绍 所以孟元21个启示 你要先怎么样跟大家来开头呢 我想我们就先就我们人的工作 我们人的想法 人的一些思维的方式来谈好了 其实我觉得这篇 以美国的角度来说 美国是很崇尚所谓的个人主义的 然后他们会比较强调自己 但是反过来我们台湾的话 我觉得看起来就觉得我们好像还好 对不对 这怎么说呢 我们这篇文章叫做 疫病冲破个人主义神话 在很强调自我的一些社会里面 就是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我跟其他人是没有这么密切的关系的 可是当这个疫病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如果要避免这个感染扩大的话 我们必须隔离 必须采取隔离这种手段 为什么 因为在那个当下 我们没有比较好的治疗的药物 也没有疫苗 那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隔离 那以台湾我们之前用SARS的评验 我们还知道可以戴口罩 可是美国人不要啊 他们不戴口罩 而且还强调个人主义 强调自由的时候 他们认为他的行动 不应该因为疫病而受限 他不想要戴口罩 法律不能管他 结果就造成那样子的大流行 那相对的或是反过来说 其实以这样疫病的流行状况下来 没有药物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怎么生活 如果我必须隔离的话 隔离在家 你没有亲朋好友的帮助 或者甚至你没有一个支援的系统来帮助 对不对 你现在隔离在家了 你要吃什么 你要怎么用药 怎么送药 对不对 你一定要有一个支持的系统 所以人不可能单独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一定要互助合作 那就个人生活而言也是这样的 国家也是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一次的疫病 我觉得很清楚的看到 其实所谓的人类 真的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OK 好 这篇文章 疾病戳破个人主义神话里面 有特别提到 说在演化上来看 人类其实是互助合作的 才能够度过很多的危机 而不是靠自私自利 这里面也特别 这篇文章其实不是台湾人写的话 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人类生物人类学家 叫做Nelson 他有特别在文章里面 有提到说 当时在台湾 采取了境外旅客 入关后14天的隔离检查 而且提高口罩的产量 加强边境管制 并且指派防疫官员 协助民众进行隔离等措施 所以表现的相当的好 我想在前面这个阶段 就是在当时疫苗 还有药物还没有开发出来之前 靠着这种防疫的手段 台湾的确是表现的相当的 可以撑到 尔圈可点 尔圈可点 对 好我们进段广告回来 再继续跟各位来介绍 科学人杂志五月号的 新冠病毒 这样改变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一起 一起在一起 毫无疑问 这个疫情的确是冲击了人类的社会 各位想想看 股市也好 你的日常生活也好 甚至很多名人 相当有知名度的名人 在这段时间中受到感染 或者是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这大概都是这段时间 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的 这一期的科学人杂志 在第64页 他们也有一个表格 叫从图表来看新冠疫情 两年来的冲击 这个表格非常精彩 各位有机会的话 你先看这个表格 大概浏览一下 就知道它冲击到了全世界 是怎么回事了 好 回到连线的现场 我们继续跟张孟元内容总监来聊 刚才稍微带了一下 告诉大家说 这个疫情让我们真正看到了 充分合作的重要性 绝对也告诉你 人类演化其实不是靠知识自理的 你知识自理是保不住 特别是在这种大流行的过程当中 你能怎样呢 对不对 你躲在山上 你还是要吃要喝 那个吃跟喝的供给系统 支援系统 所以他其实都点出了 人类还是要携手合作 才能够克服很多的难题 好 再来 孟元要介绍 哪些其他的启发 我想我们一般人生活需要互助合作 其实科学研究也特别是 像以前科学家就是真的 关在自己实验室里面 然后研究做了发表 paper 对不对 可是这一次因为疫情 这样子疫病来势汹汹 一个新兴的病毒 只有透过 吸手研究而且公开资讯 大家很快的才能够 破解这个病毒的基因 然后知道它的基蛋白怎么样 然后才可以研发药物 我觉得这次 这是完全颠覆科学家的一些工作了 然后也有一些 譬如说我们当初知道这个 这个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 那我们怎么样去检测它 其实很早以前就可以检测一些 微生物的或是说检测 那个基因的方式 那有没有办法把它拿来做 这次疫病上的快速检测 我觉得这一次真的很妙的是 大家现在耳熟能详 这个PCR核酸检测 这个其实是在我们念书的时候 已经都知道的事情 但是这个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个所谓PCR去核美联所反应 忽然就变成家喻户晓 而且它事实上PCR这个事情 它并不是本身它是一个反应 是一个把基因 DNA放大的反应 但是因为这次疫情必须做检测 所以它已经变成检测的代名词 然后对 大概这个技术已经发明40年 40年 但是对对对 但是它被拿来做这个应用 而且发展成一个自动化的仪器 我觉得真的是 我自己回头 从当年一个小研究生回头来看 真的是一个突飞猛进的科技 那我觉得这一次很特别的是 也可以跟听众朋友大概介绍一下 这个PCR这个检测 其实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原理 或是概念 对 其实病毒这么小一个东西 可能你的鼻腔里面 假设你不幸感染 鼻腔里面可能有一些病毒 但是你怎么样把它放到那个试剂里面 然后被一个检测的东西测到 那现在大家很常用那个快晒呢 它是一个所谓抗原检测 那可能有这个东西它可以测得到 但是因为它的准确率没有那么高 所以现在会要求说你必须送去做PCR检测 那PCR检测它的一个方式 它的一个原理就是说它可以把你这个病毒很微量的这个RNA 这个听众病毒是RNA 把它做放大 就是复制复制复制里面有些成分把它复制放大到一个量以后 可以被一系毒到那个数值的时候 那确定就你就有了 那当你这个病毒被放大的次数越多才能被放大 表示还能被测到表示说你的那个病毒量是很低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常讲说那个什么CT值是多少 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概念是这样子的 但是以我自己念这个生化或分身这种的经验来说 那个病毒这么病毒的那个RNA这么小 但是你要在那个一个小小的那个 大概说手指头那么小的试管里面 做完反应 然后还被读到这个医器是多厉害啊 那其实这一次文章里面就有特别去讲说 其实在很多国家 他们已经有类似这种所谓PCR的检测仪 但是他以前是拿去做其他的病啊 可能测HIV可能是测结核病 但是因为这次为了必须赶快能够测新冠病毒 其实很多厂商他就马上去改试剂 仪器还是一样的 但是我只要知道这个新冠病毒的RNA序列 我只要找到对的那个可以辨识那个段落 我去设计他的试剂 他就可以被读到 我就觉得像这种所谓的通用的这种仪器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所以当然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机型啊 或是不同的厂商改良出来 但是我觉得像这样的疫病真的是 不仅说改善我们的生活 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觉得他对于科学或是一些东西的那种 需求的产生 而加速了他的改变跟进展 我觉得那个对生技产业 或是这种医疗产业 医裁产业也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OK 所以可以说应或得福吧 没错 这篇文章的最后也说了 这个PCR是40年前就研发出来的 但是没想到却因为新冠疫情而快速的发展 而且现在科学家也在有一些新的期望 就是说以他现在快速的这个 因为疫情的关系而快速的被发展出来 改良出来应用出来的话 他们有一个愿景就是说 这样还搞不好可以是攜带式的 可以有攜带式的这种方便了 这是一个你晓得可以到攜带式的方便的时候 那就变成是即使是偏乡即使是很穷的这个国家的乡下 你都可以用快速的用这个攜带式的PCR的检测就可以知道这个结果 这个就是文明的进步了 好 这一期有几篇文章 我觉得也是可以给大家稍微提醒一下 如果你在乎的是 你更关心的是新冠病毒对于社会的冲击的话 这里面有包括科学躲不开政治 也告诉你说 防疫行动呢 他犯政治化了 所以科学研究很难避免 很难避免跟着政治的这个走 然后呢 他也注意到了 美国公卫制度呢有很多的缺陷 好 暴露出来了 然后世界卫生组织呢 也的确在这个冲击之下呢 也让大家感觉到说他的改革是势在必行了 好 这里面也包括 美国社会也因为这样 而裂痕加深 好 美国社会的这个本身冲突很多 那么也告诉你呢 疫情的扩大 也造成了贫富差距更大 好 这些大概都是值得各位关注的 关于疫情的冲击到的这个社会政治面 好 好 那其他的部分那个 孟元还在介绍什么 好我想 就大家可能真的还会比较关键 可能这是在医疗的一些进展 嗯 那其实像这一次 大家这个对于MRA这个名词 可能也比较熟悉 你现在变熟悉了 对 MRA是什么 大家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清楚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以前念这个DNA RNA的时候 RNA里面就有分好几种 对 那MRA是一种 有可以记录 把你的这个DNA的讯息转 转出来 然后可以被生成蛋白质的东西 嗯 所以现在这个MRA疫苗 它的作用方式就是 把这个MRA打到人的身体里面 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去自己制造出 要能够对抗这个病毒的蛋白质 那这样的概念 其实很早就有了 那这次用在这个对于新冠疫苗 那当然是很好的 但是有没有可能 因为这样的这个MRA的这个 呃应用可以更广了 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对于呃 身体产业来说 其实MRA它的制作 或者制药的平台是可以通用的 嗯 那如果说这个东西这样子可以做的话 那将来它要开发成其他的药物 其实是更容易的 嗯嗯 那另外一篇我觉得可能也 大家会比较关心就是 就是其实呃 去年开始了 其实就有一些那个 新冠病肺炎那个痊愈的病人 他们会反映说 他们有一些症状 可能很容易疲累啦 记忆力不好啦 就是所谓的这个新冠长期症 嗯 那这里面呢 呃也会影响到整个 我们对于这个育后的照顾 那对科学家来说 他们也可以去想像说 诶那 其实有很多很多 其他的慢性病的症状 那他跟这个疫病之间会有什么关系 譬如说 我们常听说 那个 新冠病毒 新冠肺炎痊愈之后 有人会有 脑雾的情况 嗯 脑雾是什么 你可能会记忆力衰退 嗯 然后呃 注意力没办法集中 嗯 很容易倦怠 很容易倦怠 也许可以理解啦 因为大病之后可能容易倦怠 可是 你一个感染呼吸道的疾病 怎么会去影响你的认知能力呢 记忆力不好 呃 注意力不能集中 然后有人是会说他呃 讲话会想不起主词 嗯 感觉好像有点 就是在政治功能好像有点受损 那这里面到底会有什么状 什么原因呢 那是不是 跟免疫系统有关 因为当然后来很多科学家 他们会去呃 怀疑或去去想要找其中的连结 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呃 新冠肺炎的 除了我们对于疫苗跟药物的开发 有一些很积极 或是一些变通改良的做法以后 这一定可以加回加回以后了 嗯 那其实对于像这些病症的研究 我觉得也是会开启我们人类对于呃 人类的身体 还有我们的跟于病毒病人的之间的关系 一定会有一些更不同的看法 ok 好 这个mRNA也是疫情 新冠疫情这两年多来 大家大家最熟悉的 可能常听到的一个专有名字 虽然你不见得很懂 但我只要跟各位讲 跟他最直接的两种疫苗呢 就是我们台湾也夯的 辉瑞的哈 这个呃 这个呃 疫苗就是bnt 以及呢 莫德纳新冠疫苗 都是跟这个mRNA 哈 是有关的 像你大概就就懂了哈 好 那呃 还真正你关注的呃 呃 这个孟元还会再推荐哪几篇 嗯 好 我觉得当然我们刚刚聊的 就是比较可能跟我们个人有关的 嗯 然后 但是事实上 我觉得在这一次的新冠 疫情的这个防疫之下 其实可以看到说 各国的这个作风跟做法 也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嗯 然后 其实包括 因为这个专题 当然很多人都是来自于美国做的 对 那他们就会去 也想说他们自己的国家 在面对这样的议题都处理不好了 那我们将来人类更大一个挑战是什么 好 那 好 我们待会进一段广告回来 就跟各位好好聊一下 但进广告之前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哈 那么这一期里面的21个启发里面 也有一个 有一条很重要 他说工作的意义 已经永远改变了 这个是很关键 是的确是 改变了很多我们对工作的想法 马上回来 好 时间 我们必须讲飞快 在新冠疫情刚发生的时候 2019年年底的时候 大家非常的焦虑跟紧张 那当时呢 就像这里面21个启发里面 也有一篇讨论到阴谋论混淆病毒起源 也就是说因为有阴谋论 因为也有各个国家之间的这种勾心斗角 居心叵测的这种猜测 使得大家很难去平行尽气的去讨论 到底这个病毒是哪里起来的 一讲到这个可能就牵涉到这个大国之间的角力了 所以是非常令人尴尬的 可是他也充分证明了说一个流行病的背后 从古道经 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话 去看看那些重要的一些记录跟小说 从黑死病开始呢 大概有记录以来 大概就是夹杂的宗教 政治 社会 甚至贫富 差距 人的偏见 歧视 都跟这个搅合在一起 所以他很难 的确是很难 这也充分证明了 即使是到21世纪 人类看起来进步了很多 但是不要忘了 我们面对的内心的阴暗面 碰到危机的时候 其实我们并没有比以前的人进步多少 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提醒 好我们继续来跟科学人杂志的内容总监 张孟元来讨论 在最后这一段里面 那会提醒我们 在这21个启示里面 你还会再推荐哪几篇值得关注的文章 我想视频大概刚刚讲 其实也是呼应到我们最前面讲 人类必须互助合作 那其实整个流行病 已经是全球流行的 我们现在整个地球村的这个情况 你要防疫 一定是要跨国合作 那一样的 这个防疫防不好 我们如果跟刚刚聊说 以我们面对的可能全球暖化的这种状况来说 怎么做 你如果全球都不能够合作的话 我们怎么样避免这个危机 那其实在这次里面就提到一个 其实也跟疫苗有关了 我们知道说 疫苗跟药物的供给 其实是有很多的不平等在 国家之内 国家之间他可能有一些人 他可能因为交通 或是社会地位 或是其他的资源不足 他拿不到疫苗 可是也有一些国家也是 他的状况没有那么好 他是取得不到疫苗 那这一次 其实在去年那个气候 气候峰会的时候 其实就有这样的状况在 他们会要求说 某一些国家的代表 你可能要打过疫苗 你才能够入会 才能够进入会场 对那 对于这些团体 或是这些国家来说 他就是没有疫苗 但是你们又不让他们 可以透过视讯方式来参与 然后完全没有办法发声 没有办法表达他们的意愿 或是想法 那整个这个气候峰会 就变成是只有那种大国 或是强国在说话 那怎么样能够开诚不公 或吸手合作 来把这个全球暖化 降低这个碳排的这个事情做好 其实就会被打一个问号 那一样的 我觉得在这一次 也曝露了一些其他的问题 我们刚刚讲的说 这个社会的不公 疫苗的不公益 不公平 还有包括就是大家对于这个 资讯的传播的误解 我觉得前一阵子我们也大概 这一阵子嘛 一直在讲说所谓的假讯息 假消息 对对对假消息 那其实在美国那边也有 真的也有这样 我们以为说什么美国 是什么科技强国 是什么太科学国家 也不全然是啊 他们会去断章区域 或是截取自己想想听的想说的 他们有很强的这个 所谓反疫苗运动 对然后会在我们刚刚讲的 他们崇尚个人主力 所以你不可以立法要求我去打疫苗 那这样怎么反应呢 对不对 所以这次的 这两年的下来 我觉得让大家可以 反思很多的事情 那包括是说 一样的 这个疫病来的这么突然 我们以前过这种 我不能讲偏安 这种安居勒劣生活 已经二三十年了 你完全没有想到会有战争 会有流行病 对不对 那也因此 我们的生活模式 工作模式被迫改变 你必须在家工作 必须居家隔离 那工作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人生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很多的朋友 其实包括我自己 在这两年内都想了很多 想了很多的意思是 你决定不工作了 还是决定更积极的工作 没有就是真的想做什么就赶快去做 然后自己身体要顾好 OK 就是真的 好 这一期的科学人杂志 他们在最后面有一篇 非常短的一页 它叫科学人关键字 他就介绍了PCR 聚合酶联锁反应 它里面有特别告诉大家说 这个PCR是在1983年发明的技术 当时发明他的这个人 是一个美国化学家叫做Cary Moulis Moulis 他说当时发明这个的人 他在93年得到诺贝尔化学奖 可是各位再想一想 93年他得到 1983年他发明这个技术 93年他拿到诺贝尔化学奖 他怎么会知道 在2019年的年底 结果这个PCR成了一个救命的大工具 让我们透过他可以快速的知道 你到底有没有被感染到新冠疫情 所以有时想一想 我为什么特别讲这一段 因为这一期的整个科学人杂志的 封面主题故事 跟整个专辑非常的精彩 我们没有办法一一跟各位介绍 可各位想想看PCR这个历史 是不是充分说明了 人类真的要非常无私的 想办法在各个领域里面 都往前突破 因为你都不知道这些突破 在哪一个时候 对人类就会造成非常大的正面的帮助 这是最有意义的 所以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的确是非常有感 即使我们到现在为止 很多人跟我一样 我们知道PCR 但你一定搞不清楚 聚合煤连锁反应到底是怎样 我觉得这一次的关于聚合煤连锁反应 我们有还蛮深度的报道 听朋友有兴趣的话 真的可以找来看看 没错 这一期他们的封面主题故事里面 特别也有一段 他们走访产业 也访问了瑞基海洋生物科技的执行长 就台湾了 叫做钟德玉 以及他们总管理处的处长 叫做张晓芬 他们谈到的是 他们要打造什么呢 就是PCR的行动实验室 你可以看出来 科学人杂志 我们在最近介绍科学人杂志 也有注意到 他们开始也有一定的篇幅 会放到国内的产业 其实无非也是让大家知道说 科学人杂志虽然是以这个翻译 作为他们的主轴 可是他们也加上了本地的科学家 各领域的专家的文章的搭配 还有加上这个国内的产业的 相关的这个产业的介绍 这都是可以值得各位 好好地好好地来注意一下的 好这个最后了 这个做个小总结 那这个孟元希望所有的朋友 在这个周休二日 五月的开始的第一个礼拜的周 应该讲说母亲节的这个礼拜 看这个科学人杂志 有什么样的这个推荐吗 我们快速地做一个大概的推荐 我们要结束了 好我想母亲节 这也是很难得 这一次应该可以家人团聚了 那保持社交距离吗 没关系 大家如果是同度家人的话 但是我觉得就科学面来说 以前听众朋友真的好好地珍惜当下 我们得我们的健康跟这些医药的 都是得来不利的 那好好地珍惜 好谢谢科学人杂志的内容总监张孟元 也祝福这个天下所有的母亲 这个母亲节快乐 谢谢孟元 也谢谢待会进一段广告回来 我们还有金钱大国民 不要忘了